很多人养绿螺的方法都是错误的 新手在家里怎么养好绿螺呢 大家好我是一木 欢迎点击我头像的家号 关注我一起来学习养花 绿螺是一种大众性的植物 深受大家的喜爱 它的叶片翠绿油亮有光泽 摆在家里生机勃勃 只不过很多花友不会养绿螺 就会出现大面积黄叶生长不良 而且落叶浪根 甚至直接就把它养死了 真的非常的可惜 那出现这些现象的原因 都是因为大家不了解绿螺这种植物的习性所导致的 在这堂课程当中 櫻木将会详细的给你介绍 绿螺各方面的习性 帮助大家在家里养好绿螺 接下来就跟我一起来学习吧 好的 它眼前摆的就是一盆绿螺的盆栽 那我们来说它的第一个养护知识点 就是绿螺是想植物还是喜因植物呢 新手画有第一次接受这个植物 不要想当然的就把它丢到阳台上去养 因为这种植物是不能够曝晒的 如果你放到阳台上去曝晒 尤其是在盛夏季节 哪怕只晒一个小时 绿螺都会形成大面积的黄叶 因为这种植物是一种比较偏耐阴喜阴的植物 不需要接受强光的曝晒 这个是它的习性 所以我们在家庭养护的时候 对光照并没有严格的要求 在家里什么环境下 绝大部分的情况都可以养 那它不喜欢曝晒 是不是说它一点阳光都不需要呢 可不可以把它养到那种密闭阴暗的卫生间里面 就是一点光照都没有 那这种环境能不能养 那如果绿螺养到这里 它长期养下去 早晚也会黄叶死苗的 因为它存活在大自然界 哪怕它再喜阴耐阴 还是需要一定的光照的 这个光照是什么光呢 是一种温暖柔和的散射光线 它是通过玻璃 阳光透过玻璃射进来之后 或者从窗户射进来之后 经过墙面的反射和慢反射 然后撒在它的叶片上 这样的光线绿螺就很喜欢 所以你家里 只要是阳光带来比较明亮的环境 没有阳光直射在它的叶片上 这种环境都可以养绿螺 我经常收到花友这样的提问 他说我家里 没有这个窗户的散射光 但是我开着灯可不可以呢 因为灯也很亮啊 那绿螺养在灯下行不行 我告诉大家不可以 因为我们家庭常用的灯 它的光谱是不能够满足 绿螺的光合作用的 因为它的光谱不全 一定阳光才可以 还有一种灯 是植物补光灯 这是专业的补光灯 那才可以 除此以外 我们家庭普通的光照都不行 还是需要散射光 所以大家在家里养绿螺的时候呢 还是可以尽量稍微靠着一点窗户 但是呢 不被阳光所直射 这种环境 绿螺是最喜欢的 在这种环境下生长 绿螺会长得非常的快 反之呢 它的生长速度会受限 而且呢 容易黄液 好的 接着我们来说一下绿螺的浇水技巧 那么家庭养绿螺如何浇水呢 它呀 是一种比较喜欢水的植物 浇水的时候呢 大家可以想象一下 不要去记几天浇水 因为它很容易出错 我教大家的浇水方法呢 是通过观察绿螺的土壤 来判断它 要不要浇水 这种方法其实很简单 就是我们在浇水之前呢 你看一下绿螺的土 或者你用手去摸一下绿螺的土 如果它的土是一种湿漉漉的状态 非常的潮湿 那么不管隔了多少天 都不用浇水 明白吗 但是如果你把手一摸上去 感觉它的土是很干燥的 那这个时候 我们就可以放心的给绿螺浇水了 你采用这种方法浇水啊 绿螺永远都不会缺水 也永远不会积水浪根 因为你每一次浇水 都是在它缺水的时候浇的 这样绿螺就可以长期的健康生长 相反如果你不在它的缺水情况下浇水 反复大量的给它浇很多水 绿螺是很容易积水浪根 然后会黄叶死苗的 所以这点大家一定要注意 可能很多话又不太理解 说绿螺这种植物明明都可以水培 为什么我给它浇水浇了太多 它还会浪根呢 这主要是因为绿螺在水里生长 和在土里生长是两种不同的状态 在水里生长的时候 它长出的根叫做水生根 这种根具备在水下呼吸的能力 所以它可以泡在水里养 但是像这种土培的绿螺 它长出的根叫做土生根 这种土生根不具备在水下呼吸的能力 如果你浇水太多 同样会积水浪根的 所以这一点大家一定要注意 浇水不能贪多 要按照我说的方法 摸一摸土感觉比较干了再浇 这样是最保险的 好的下面我们来说一下绿螺对土壤的要求 以及换盆的技巧 那绿螺这种植物 它喜欢的土壤是疏松透气的土壤 我们在家庭养护的时候 尽可能选择营养土给它栽培 因为营养土 它是人工配置的土壤 疏松透气肥沃除菌除虫 家庭养护起来管理难度更小 而且也更加的轻便 适合家庭养花来用 所以能用营养土 尽量用营养土去种绿螺 那这个是它土壤对土质的要求 那绿螺还有一个土壤要求 就是它比较喜欢偏酸性的土壤 不能种到碱性太强的土壤里 但是我们家庭花友家里 这个土绝大部分人都是碱性土 因为我们家的自来水都是碱性水 我们长期用自来水浇花 土壤就容易偏碱性 而且碱性越来越强 尤其是北方花友家里 它的自来水碱性更重 长期用自来水浇花 土壤表面会形成一层白霜 这个就是严重的反碱现象 那这种现象怎么办 我教大家你可以使用一些硫酸亚铁 拿给大家看一下 这个就是硫酸亚铁 我们可以把硫酸亚铁 它是一种粉末 我们对水稀释1000倍 就是一克的硫酸亚铁 对1000毫升清水 每个月给绿螺浇灌一次 这样就可以把它从碱性土壤 转变成为酸性土壤 这样更符合它的生长要求 因为绿螺如果长期生长在碱性土壤里 就会出现大面积黄液 生长速度 减慢等不良现象 所以它的调酸至关重要 一个月使用一次硫酸亚铁 这样你不论怎么用硫酸亚铁 去浇都没有关系了 所以大家一定记住 硫酸亚铁要使用 好的 说完它对土壤的要求 我们再来讲一下它的换盆技巧 那我们家庭盆在绿螺 要不要换盆呢 答案是需要的 因为我们养到一年以上之后 就可以考虑换盆了 因为这个时候 它的根系基本上就长满花盆了 换一个花盆 会给它更大的根系生长空间 这样它可以长得更大 叶片更大 长得更快 容易养出爬藤的效果来 所以说换盆是一年以上 一定要换的 那换盆的时候呢 有两个技巧 大家一定要注意 第一点 我们换盆的时候呢 一定要观察一下 它原来是用什么土种的 我们换盆就要选择同样的土 或者土质接近的土 这样更容易浮盆 那第二个技巧就是 我们给绿螺换盆 不要一次性把花盆换得太大了 因为花盆太大 就容易产生土多 积水浪根的现象 所以您换盆的时候呢 只要比原来的花盆 稍微大一号就可以了 不要贪大 好的 接着我们来说一下绿螺 对透气性的要求 那绿螺这种植物 它是天南星客的植物 大家养花要学会 举一反三 天南星客的植物啊 它绝大部分啊 都对病虫害的抗性比较强 不容易生病 生虫 所以绿螺也具有这样的特点 因此它对透气性的要求 是没有那么高的 就如果你在家里养 透气性比较差 你也是可以养绿螺的 所以它不在乎这个 这一点是非常优秀的 所以在家里 只要有一些散射光 你想摆哪里 绿螺就可以摆哪里 原因就是因为 它是天南星客的植物 好的 下面我来讲解一下 绿螺的施肥技巧 那我们家庭养绿螺 要不要施肥呢 答案是一定需要的 很多花油养绿螺 养了很多年都不施肥 这是严重错误的啊 因为土壤当中 就是这花盆里的土啊 它自带的养分 只能够供给绿螺 两三个月的生长 三个月过后 土壤内的养分 就消耗殆尽了 基本上绿螺就要靠天长了 那后期它会长得很慢 长得很差 也容易黄液 所以施肥是一定要施肥的 具体怎么施肥呢 我教大家一个双计施肥法啊 这双计呢 指的是绿螺的生长季节 和非生长季节 生长季节是指的 它长根长枝 长叶 萌芽 这都叫生长季 那生长季节 我们施什么肥呢 我教大家可以使用三元复合肥 三元复合肥 这三元是指的 它富含氮 磷钾 这三种元素 这是植物生长 所需要的绝大部分的元素 最关键的元素啊 就是这三种 叫做大量元素 它们可以促进它 全方位的生长 所以你就用它就可以了 而且它是通用肥 什么花都是可以用的 所以绿螺也是很适合 那具体怎么用呢 我们在绿螺的生长季节 每隔20天 你呢 可以拿一个小勺子 像这样 然后呢 我咬一勺三元复合肥 它是颗粒肥 你直接给它撒到花盆的边缘 撒进去就可以了 撒进去之后 你每次浇水就故意往有肥料的位置浇 这样你每次浇水 它的肥料都会被溶解 稀释给绿螺吸收 这样就能促进它生长 20天用一次就足够了 就是这么简单 这个就是三元素复合肥的使用 在它的生长季节来用 那来到了非生长季节呢 我们就可以不用这种肥料了 这个非生长季节主要指的就是冬季 气温非常低的时候 那这个时候 由于气温低 绿螺呢 停止了生长 那这个时候我们就不要使用三元复合肥了 我建议大家可以使用一些有机肥 比如说我手里拿的粪粪 这个是羊粪粪 如果你家里有鸡粪粪 牛粪粪 蚯蚓粪粪 或者菜籽饼粪 芝麻粪粪都可以使用 这些有机肥呢 都适合在非生长季节用 那具体怎么用呢 首先它的好处就是 你用到土壤里 不仅可以给它提供养粪 而且可以增强土壤的有机质 预防和改善土壤板结变硬的问题 让土壤越来越疏松透气 那在冬季 我们每隔一个月 把这种羊粪肥 有机肥 取一些适当的羊粪 埋在它花盆的边缘就可以了 一个月埋一次 这样就可以完成整个冬季的施肥策略 好的 下面我们来说一下绿螺的过冬技巧 那我们要了解 绿螺是一种热带雨林的植物 就是它天生就很喜欢温暖 惧怕寒冷 所以不论您居住在哪 南方也好 北方也好 世界各地也好 只要你的环境温度 开始低于10度了 你就要警惕 那么你就要把绿螺 搬到你家里最温暖的房间过冬 不要低于10度 因为如果长期低于10度 绿螺就容易黄液 容易冻伤 如果长期低于5度 绿螺很容易冻死 所以绿螺在冬季保温至关的重要 这是第一个冬季的策略 第二个策略就是 绿螺 我刚才说它是热带雨林植物 雨林里面除了温暖 还有一个就是湿度高 绿螺就是一个非常洗高湿度的植物 惧怕干燥 而北方花柚空气往往特别干燥 因为它们开暖气 一开可能湿度还不足50% 所以这种情况下 绿螺就很容易出现黄液干尖和卷边的现象 所以我们在冬季一定要给绿螺加湿 尤其是北方花柚 那具体怎么加湿呢 如果你家里有加湿器 靠着绿螺养是最好的 如果没有的话 你也可以准备一个喷水壶 像这样 然后每天早晨起床的时候 和晚上太阳落山的时候 给它的叶片像这样喷上雾水就可以了 一天至少喷两次 原则上越多越好 这可以大大增强它叶片周围的空气湿度 预防黄液干尖和卷边的发生 所以冬季加湿也很重要 好的 下面我们来说一下绿螺的修剪技巧 绿螺这种植物它没有硬性的修剪要求 但是有两个技巧要跟大家说一下 第一个就是 如果你发现绿螺的叶片上有黄叶 枯叶 黑斑 包括枝条的枯黄和发黑等现象 我们一定要把这种有病害的叶片 及时的修剪掉 预防上方携带病菌 会继续的感染或传染给其他健康的叶片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就是 如果你的绿螺长得很高很长了 它的生长方向不及你的预期 比如说有的枝条过于的细弱 你可以把它舍弃修剪掉 或者有的枝条过高或者过左过右严重偏离 你可以把偏离的部分或过高的部分修剪掉 这种修剪呢 都是人为的控制它的造型属于观赏类的修剪 就是根据你的观赏需求去剪的 这个并不是硬性的要求 好的 最后我们来说一下绿螺的繁殖技巧 那如果我们要繁殖绿螺的话呢 随意剪下它一根枝条 不论是插到土里还是插到水里 它都是可以繁殖成功的 那繁殖的时候呢 有主要两个技巧 大家一定要注意 第一个技巧就是我们在选择枝条的时候 尽可能选择这种有气生根的枝条 什么叫气生根呢 这种根就是长到绿螺的净段上 它呢不是长到土里 往往是长到空气中 这种根就叫做气生根 它具备在空气当中吸收水分和养分的能力 我们保留这种气生根来进行扦插 不论插水里还是插土里 成活率都会高很多 所以大家尽量选择有气生根的这条来进行扦插 懂了吗 这是一个技巧 第二个技巧就是 如果你家里有快速生根粉或者植物生根液 那么一定要用 这可以大大提高它的生根速度 增加扦插的成活率 所以大家记住了这两个技巧是繁殖它的秘诀 好的 那这期关于绿螺的教程到这里就告一段落了 欢迎大家点击关注 这样就可以收看到我更多的养花课程教学了 我们下堂课程再见了 我们下堂课程序